华丽的阿美族族服 男子展现英勇 女子动作揉美 舞蹈动作到位 表情也让人感受到身为族人的骄傲 这是111学年度台东县舞蹈季创意戏剧比赛现场 以排完族族人为主的大五国中 也盛装参加地区出赛 这套族服是代表着我们的传统技艺及习俗 这些衣服都是穿着在有节庆 例如说五年季 风年季 羽猎季 狩猎季 这四个季节 有排完族的庆典都会穿这些衣服 例如说结婚也会穿这样 这次的主题主要是针对少女的成年礼这样 所以在舞蹈的编排上 在排完族少女的成年礼会有戴手套 然后耳环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舞蹈动作的编排 有比较针对展示手部动作 以及耳环头饰的动作呈现这样 今年戏剧比赛共有五队 舞蹈比赛民俗舞也有16组团体 以及个人队伍 另外还有10组现代舞团体 以及5组古典舞团体和儿童舞蹈团 赛程相当紧凑 我觉得在练的时候很开心 也谢谢老师们用这些时间来教我们跳舞 那这次的那个舞蹈比赛有分为民俗舞 然后原住民舞 还有一些现代舞的一些等等一些表演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表演 或是一个这样的比赛 让小朋友在艺术这一块 艺术学习这一块能更加的一个多元 各类组第一名将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决赛 争取全国比赛最佳成绩 新唐人亚太电视料理分成月秀 台湾台东报导